大家好,歡迎回到愛麗絲的頻道 這幾天天氣都很好,藍天白雲 畫面看到的是大家都很熟悉的新馬路 很少會在早上和大家走這裏 時間就不是很早,都差不多接入中間 一早看完之後就抽了少少時間出來 去吃一檔一直都很想和大家分享的街邊檔 這一檔街邊檔的位置很多時候走過路過 但是都會錯過了,我就是其中一個了 大家就跟著愛麗絲的步伐 一起看一下位置在哪裏 影片一開始是新馬路大公標行對面的一段行動 在剛才頭十幾秒畫面,左邊有間爪玩店 如果來澳門玩,想換錢的話 而剛好又在新馬路,比較近的就有這間爪玩店 前小小有報紙檔,旁邊就是吃雙皮奶的異信 大家應該都知道是去到哪裏了 走到路口就是平時很多人排隊的名記牛雜檔 我們就會直接在這個路口轉左走進去 看過對面是比山爺街,即是銅線堂那裏 比新馬路分隔了,左邊這一段是爐石堂行 近街口這個位置就是由旁邊開始 牛雜檔就會在這裏做生意了 而牛雜檔旁邊的是麒麟角酒家 已經沒有做一段時間 前小小是陶陶居,很久之前都和大家說過了,都結業了 那些高桌高椅放到這裏 不是只是前面那裏,這裏前面都有 今次要去的街邊檔就是在這條小巷裏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來過這裏 可以留言說一下 有炭燒咖啡 真的用炭的,旁邊還有一個炭爐 走去前面坐下 這裏只有兩張小桌子 有機會和其他人搭桌子 不過這些都是街邊檔的特色 已經坐下了,看看餐牌 雖然檔口細細,但飲品種類都算多 後面這一板就是麵包,三文治,粉麵類 簡簡單單,可以很清楚看到有什麼食物 有提蛋,手力粥,芽炒麵,腸粉 叫了兩杯飲品,一杯是熱鴛鴦 一杯是炭燒咖啡 那鴛鴦的茶就是自己倒進杯裏 相信如果你叫奶茶的話,同樣都是這樣的 炭燒咖啡真的很香 兩杯我也喝過了,兩杯都好喝的 看起來很簡單,但如果是一般茶餐廳裡 能夠用炭爐煮的炭燒咖啡就比較少 辣魚包上桌了,因為我和先生一起分享吃 就叫了切開一半 我自己就一般喜歡吃豬仔包 如果有得選,多數都會選鹹餐包 它這裡的辣魚就是圓罐開出來 夾在麵包裏面 就沒有煮碎到,或者是加其他醬汁 我們都叫了雞扒丁 還有兩條菜 雞扒煎出來很香 這看有沒有顏色就不一樣 不同 顏色不一樣 一塊一枝 那個鴿鴦 雞扒煎得真的很好吃 又香又脆 見的質地煮得剛剛好 不會太軟 或者很硬 很久都沒有吃過出前一丁 果然是小吃多滋味 隔壁的客人叫了碟腸粉 走來看看有多大碟 這裡是由早上7時多 做到下午5時半左右 位置在柴船尾街裏面 剛才跟老闆娘聊了兩句 原來已經開了60年了 很久之前都跟大家分享過 在馬閣廟附近都有一檔這些類似的街邊檔 可能有些朋友仔對這些街邊檔有一種情懷在 因為有時進去茶餐廳感覺都是大同小異 坐在街邊吃是零食不同些 吃飽了個早午餐 我們沿著福隆辛街繼續走 前面換機飯店那一段是福隆辛行街名已經不同了 現在就跟大家一齊逛逛逛逛的福隆辛街 記得以前福隆辛街是很多遊客會來的地方 現在的遊客都只會去大衣巴或者哄仔觀野街 以前這條街的手信店都佔了很多 現在就變得很冷清了 大家看到這條片的時候應該就是9月尾 在這裡順便提一下大家 9月最後的一個週末是沒有煙花表演 過去已經上演了六場的煙花 將會上演第七、第八場 就會在10月1日國慶節當晚上演 分別是中國隊和意大利隊 喜歡看煙花的朋友就要留意 不要以為全部都是在週末舉行 另外為了慶祝國慶75週年 和澳門特區成立25週年 以及為了配合澳門大橋 即是第四條的跨海大橋 在9月29日會舉行劍步行活動 輕軌就會在9月29日至10月1日期間 一連三日開放給乘客免費搭車 這三日乘客到了輕軌站之後 不需要買票 只要按照現場工作人員的指示 進出閘口就可以了 講起國慶 順便講一些相關的資訊 由於國內假期是由1日至7日 這一段期間 在坦仔救城區 都設立了臨時行人專用區 到時每天的中午12點至到晚上7點鐘 坦仔非能變道街部分的路段 便會臨時封閉 意味著巴士將不會駛入這條街 大家如果要去坦仔觀野街的話 可能要去其他巴士站上落車 現在我們走上紅窗門街 再沿著天通街回到新馬路 去除股店 Did you call it orilah 白昌明 洪窗門街 有位 有位 藤窗門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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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